郭艾伦拼了 不顾健康安危参加辽宁队赛前训练 谁劝也不好使 今晚艾伦与广东将血战到底 直解沙场未果死 何须马格果失还 为了辽兰三连贯的尾业 郭艾伦拿着健康做赌注 去拼下一场广东队主场的胜利 把辽宁队拖回沈阳 强行参加了辽宁队赛前训练 郭艾伦上来就开始着手感 不停坐着中距离投篮着手感 之后越投越远 三分球空心入网让所有人放心 随后又加入了移动中的投篮练习 这几十年球不是白练的手感都在 就是为了这一天 杨明表示郭艾伦在西班牙没有有球训练 其实艾伦一直偷偷练习 没有告诉别人 郭艾伦早就将生子置之度外 做好回来与广东队决战的准备 杨明也不敢给郭艾伦拿主意 这一切都是郭艾伦自己决定的 患难时刻 方显真情本色 危难之际 更之真心难得 无论今晚辽宁队输赢 郭艾伦发挥什么样 他都是辽宁队真正的英雄 正可谓粉身碎骨魂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